本地两家公司和一名建筑工人 因为抵触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法令 分别受到人力部的惩处 受罚的建筑工人苏雷斯 去年4月在工地操作轮式装载机时 因疏忽撞倒和碾过另一名建筑工人 对方送院后伤重不治 苏雷斯被判坐牢16个星期 海山货物装卸公司 因为没有进行恰当的风险评估 和实施必要的风险管控措施 也没有落实交通管理计划 防止工人在工作时被插车撞倒 被罚款24万元 另一家公司PT Construction 则因为无视人力部发出的停工令 在停工令有效期间 继续让工人在高处弃砖 危及他们的生命 而被罚款5万元